请问以什么心态才能圆满地修福 这个圆满地修福 那就是圆满的心态 那圆满的心态是什么呢 三字经上讲 人之处心本善 本性本善 那你修的福就圆满了 我们凡夫做不到 什么人能做到呢 最低限度法身菩萨 也就是说 以华严谨的讲法 我们能够把执着断掉 分别断掉 妄想断掉 那个福报就圆满了 为什么呢 完全回归到心的了 就是禅宗里面讲 明信见信 见信臣服 见信的人 他修的福 就是我刚才讲了 一文钱的福 都是等变法界去攻击 所以你要修大福 那你就不能不把这些烦恼稀气 都能断掉 这个你一定要知道 无比的殊胜 你看看 职责断掉了 对世出世间 一切人死无的职责断掉了 正阿罗汉国 分别断掉 是菩萨了 妄想断掉了 就成佛了 那就是破一篇无名 正一份法身 那个人的修复 就跟虚空法界一样的 这个才叫圆满 那就是破一篇无名